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前准备 最小作战单元防区小组到达现场 处警长汇报警情 队员乘坐警车0919到达现场 通过车上云台观察警情 两人持卸正在护殴 民警正在努力劝说 驱散围观群众 部署处警方案 处警长根据现场情况部署抓捕计划 现场有两名斗欧人员 由于斗欧人员携带凶器 危险系数较高 前冲人员盾牌手 两名长棍手 抓捕手虚拙防刺服 划分职责 明确分工 处警长一名 主要负责携带并打开执法记录仪 对抓捕对象进行喊话 劝说 最后进行上考 盾牌手一名 使用盾牌保护自己及队员安全 达到撞击震慑压制作用 长棍手两名 使用警用长颈棍 对抓捕对象进行压制 必要时进行防卫攻击 抓捕手一名 使用抓捕器牵制抓捕对象活动 减少威胁达到制服作用 网枪射手一名 使用网枪对正在逃跑 或有攻击威胁的抓捕对象 实施射击 控制其活动范围 便于抓捕 装备检查 队员检查装备携带情况 盾牌 长颈棍 抓捕器 手铐 执法记录仪 对讲机 坦话器 网枪 防刺服 单颈装备 警钟行动 处警长打开执法记录仪 队员快速下车 穿戴好装备 并形成抓捕队形 根据现场情况 六名队员形成前三角队形 盾牌手在前 两名长棍手在盾牌手左右后方约1米处 抓捕手紧贴在其中一名长棍手身后 便于抓捕手顺手方位 楚警长在盾牌手正后方约1.5米处 网枪射手在楚警长身后约1米处 队形整体向前推进 六名队员向前慢慢逼近 此时楚警长发出警告 在逼近的过程中 距离到抓捕队向适当距离后 两名长棍手向载头左右两侧散开 形成扇形 盾牌手与长棍手不断吸引其注意力 当作战单元逼近时 其中A欲要逃跑 被就近长棍手发现 欲将其制服 A挥舞着凶器向另一方向逃窜 此时网枪射手及时捕位 对其进行口头警告 克令其停止抵抗 效果不佳后 对其射击将其网住 并迅速与前长棍手合力将其控制 在A逃跑的同时 跟进在长棍手后方的抓捕手 趁未能逃跑掉的 B注意力分散的时机 迅速绕到其后方 当盾牌手与B对峙时 观察到抓捕手已做好准备 与抓捕手形成默契 向B一侧闪躲 抓捕手在这过程中 看准机会果断出击 将抓捕器靠住B的脚 最佳的上铐点就在颈骨下半部分 顺势将其拉倒 盾牌手迅速用盾牌压住B持胸气的胳膊 与侧身部位 B被压住后 处警掌及时将胸气推开 并迅速上前对其进行前上铐 处警掌上铐结束 盾牌手撤开 同时抓捕器松开 盾牌手与长棍手放下装备 控制B两只胳膊 带处警掌下达命令 合力将其抬起 并迅速带离 警后处理 被控制的抓捕对象 被带离上车 剩下队员妥善清理现场 处警掌向指挥中心进行汇报 我小组已成功控制现场 抓捕两名斗欧人员 现场有人员轻微受伤 以简易处理